各位观众您好 今天的每一字为您介绍的是一个绝字 发绝的绝 绝字的国语注音是 绝是张口大笑 如令人发觉就是使人发笑 像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圈子里 总会有一些幽默而诙谐的人 他们对于日常所发生的事情 或者是就地取材 或者是无中生有 把这些事情说得活龙活现的 使人听了不免开口大笑 这就叫做令人发觉 或者称为可发一觉 觉又念靴 国语注音是西约靴 一声靴 但是靴这个音很多词书都没有收录 而坊间却甚为流行 如靴头就是不把事情直截了当的说出来 却绕了大圈子拐弯抹角的 总是让人摸不着边际 这就叫做耍靴头 据说靴头本来是一句上海话 因为上海是我国的第一大商部 世事开风气之先 所以靴头一词就很广泛的传不开来了 不过绝这个字 有人念成锯的音 这是不对的 而同一篇旁可以念锯的 是下面要为您介绍的这两个字 一个是这样写成的锯字 国语注音是鸡玉锯四声锯 锯是大家拿钱来聚在一起喝酒 又叫做锯饮 而大家拿钱出来凑在一起办事 也叫做锯或者叫做锯饮 还有这个字 国语注音也是鸡玉锯四声锯 锯就是一车 左传昭公三年 锯福吉成锯而至 这是说恐怕来不及 便成了一车赶到了 又因为一车必须奋猛的奔驰 所以引申许多其他的用法 如黄锯就是窘疾害怕 急锯就是急忙仓促 巨然就是突然 巨饮就是轻率 巨步就是走得很快的样子等等 最后要提出来的是 绝这个字有基曰绝 二声绝和西曰绝 一声绝两种读音 所以令人发绝和耍绝头 要有分别 不可以将令人发绝读成 令人发泄 令人发泄 这样就不对了 今天的每日一字 就为您报道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再会